你忘记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你,就觉得自己,对啊 忘记我要讲什么了 谢银轩,王静,黄建伟等人主演的台湾首部幕僚职员剧人选之人 剧情触及两性,婚姻,同志等议题引发不少人共鸣 剧中饰演公正党文宣部主任陈嘉靖的男星黄建伟 将中年男子面临事业,家庭拉扯的心境诠释的相当到位 让许多观众感同身受 牛奶买了吗? 不好意思,我们一起买 直到从现在开始会很忙 像今天你,你真的来不及,你就要事先跟我说 好不好,这是我们两个的事情,我会协调 可是,今天我已经在对面了 我是因为被黄建伟挡住,我平补一堂 我们可以像两个大人一样在讲话吗? 可以啊 而精湛的演技,也让演员黄建伟备受矚目 其实在《人选之人》《灶浪者》中饰演陈嘉靖老婆方婷的蔡更燕 在现实生活中就是黄建伟的妻子 而蔡更燕也是台湾恐怖电影咒的女主角李若南 黄建伟受访时坦承自己有跟角色陈嘉靖一样的处境 她与老婆也曾遇到婚姻瓶颈 当时甚至连离婚协议书都印出来 不过因为真心相爱经过理性的沟通才挽救了这段婚姻 而剧中饰演陈嘉靖拍党文文帮的谢盈萱 在现实中更是黄建伟的同学 毕业于北一大戏剧学系表演组的黄建伟其实和纳豆和庄凯勋 谢盈萱都是同班同学 黄建伟与谢盈萱早在电视剧《麻醉风暴》就曾合作过 当时黄建伟靠着《麻醉风暴》《麻醉风暴2》入围金钟奖迷你剧集 电视电影《男主角奖》和戏剧节目《男主角奖》 但都与奖项擦肩而过让粉丝直呼可惜 不过精通戏剧的黄建伟下戏后 忍不断精进自己的各方各面 除了练习武术更修习佛法 期待未来能透过更多作品 角色让大家看到不同面向的他 赵玉修如果这么急着要姜静勇的账本 那一定是有什么把柄在姜静勇手上 麻烦大了啊 也要太醉头上动土了 我去靠比较这个 有嫌恋助真好 因为你是立委助理 王军提 立法院有登记吗 有啊 好 助理是可以这么大声回答立委不在 但你也可以代售售手票 走 我们走 喂 干嘛 怎么回事啊 保险箱啊 立委 这保险箱里面是什么 有什么 有金条啦 可以打开吗 那没关系啊 我们直接把保险箱扣回去就好了 请局里的专员帮忙撬开 不过那个锁头我可能没办法 对啊 我就 金条跟命案无关 应该不是我搜查的重点吧 是吗 重要的账本不会一起走在保险箱里头吗 等一下 如果我里面的金条掉了 你赔得起吗 金条也有可能是账物吧 哎呀 我开玩笑的 不过我建议立委你还是先来打开 让我们确认一下会比较好 下吧 下吧 那 立委你不是原住民吧 嗯 没有分寸一点哦 就是谁没谈过几场头 那边点人爱 但其实我的每一场 大家都知道啊 哈哈哈哈 很想看你被骚扰的表情耶 你好像有点喜欢 王靖敲碗黄建伟版被骚扰表情 谢盈萱歪楼很享受 选举真的蛮糟糕的 每天在那边笑啊 啊我是有很缺这一票是不是 我们是真的很缺那一票啊 台湾首部以仗之末聊为主角的职人剧 人选之人遭浪者 演员阵容包括双金引扣谢盈萱黄建伟 王靖上线两天就登上台湾Netflix冠军咯 有啦 喝很多啊 嗯 好辛苦啊 这是你第一次在镜头前面 演出一个螺旨吗 嗯 有什么比较方角色做一些什么功课 感情其实不管我是喜欢感情的 它都是一样的 而且你拍这个 粉红泡泡的感觉有出来了 因为它也是一个 很让人觉得感受得舒服的一种感情 你这样是不是想跟我提婚 对啊 现在距离跟距外都是从一个老婆想一下 就是跟老婆拍戏的心意走战 就十几年来 有点像是 一直在换老婆的 然后她应该有一直在换老婆的 老婆真的是一个非常方便 4厘元张押金 乖 这一次跟那个 戴力人会不会对激压力很大 会耶 就是亲平媳婚很害羞吗 我完全没在事耶 因为那就是只是脚很伸 然後我就怕她腳部會被我壓得麻掉 因為我不請 妳哪有 所以就是當時我給我感腰 她再扛過來 然後又 然後使一個一定 因為劇裡面感情好像會有一點坎坷 就是誰沒談過幾場轟轟烈烈的感慨 轟轟烈 但其實我每一場大家都知道 三人在劇裡都是文宣幕僚 三立新聞網寄出情境題 只能筆手畫腳&裝生詞表達 才猜看夥伴遇到了什麼困難 洗澡洗澡 再洗澡 再洗澡是對馬上 怎麼怎麼 再洗澡 再洗澡 你被輕輕拍到洗澡 不是啦 再洗澡 沒有 在洗澡的時候 被通知說你被偷拍 但是你要出來澄清 哇 很厲害耶 在選舉的時候 有人求婚 沒有 在選舉的時候有人求婚 被求婚 要來選舉現場被求婚 有人求婚 欸我這麼一直表演你 你真的表演太屌欸 我不許你叫做 準備上班 然後被摸了性騷擾 很享受 很享受 很想看你被騷擾的表情欸 你好像有點喜歡